好,大家好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腾讯会议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咱们HuntB Hunt开网前有哪些征兆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最近咱们区块链上又有一些新的动静 包括从黑客的钱包地址 还有一些其他的官方的一些公告 我们看见咱们的这个项目一直在向前推进 所以今天来聊一聊咱们有什么新的发现 希望大家喜欢 好,首先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过承认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若是需谨慎 好,那么最近这两天呢 又有很多网友不淡定了 说等了这么久还没有消息 到底咱们这个Hunt还能不能开网 那我的答案呢 是说咱们最近的这些消息啊 还有一些公告啊 都已经有了很多开网前的一些征兆 就大家呢一定要有信心啊 咱们这个项目方呢一直在做事情啊 所以呢开网呢只是时间问题啊 相信了很快呢就会打开啊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币价啊 我们看到币价呢 这个从跌下来以后呢 一直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那项目方呢也没有往里面继续注资啊 所以呢这个资金池呢 现在已经降到了88万了啊 已经不到100万了啊 那就说有的啊 有的人对于项目啊失去信心 他把手里的Hunt币把它卖掉了啊 然后换成U 那么所以呢导致资金池里的U呢 从100多万降低到88万了啊 那基本上呢你看币价也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就是每天稍微起起伏伏的啊 啊,那么 Diamond的钻石币呢也是同样的啊 因为钻石币呢现在是每天往外释放是吧 那么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因为没有开网 所以很少有人往里面注入资金啊 基本上呢都是很多人都是在卖币 所以你看币价呢 一直是在阴跌啊 基本上这样一个趋势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这两个池子呢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 说明项目方呢也是 没有太去管它啊 好,我们说说咱们到底这个猎狗币Hunt 它是怎么样一个组织结构啊 我想有的人呢可能是了解 那有的人呢可能还是不清楚 它到底它的组织结构是什么啊 那么跟大家讲一讲 它是分这么几个团队哈 第一个呢是一个技术团队 也就是在后台 那么这个技术团队呢 它其实是负责这个套利机器人赚钱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甲子机器人 就是由这个技术团队所研发的哈 那么根据官网的介绍呢 主要是这么几个人哈 一个叫什么Handy Adams 他说这个人呢是原UNISWAP的核心开发成员哈 另外一个给出的人叫什么Plessim哈 还有一个人呢叫什么Asuto什么Sama哈 那反正这三个人呢 反正大我想绝对多人都不了解哈 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三个人是技术团队哈 但我想不管是不是这三个人 这都没关系哈 因为他这个是 像木方的白皮书里公布的这三个人哈 那不管是也好或者不是也好 这个都无所谓哈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查 啊区块链上的数据啊 真实的造学哈 所以到底是不是三个人呢 其实不重要 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有一个技术团队 在那里研发这个夹子机器人就可以了哈 那么目前呢 他每一个夹子机器人都在正常的工作 说明咱们这个技术团队是没有问题的哈 那么咱们的造学功能是可以在链上被验证的哈 所以这个呢就不需要担心哈 好 另外一个呢团队呢就是出问题的呢 叫做薄饼还有客服团队哈 应该这个算一个团队吧哈 他也在后台哈 那么这个团队呢 主要是做的工作呢就相当于是会计哈 也就是说他主要是负责统计会员的人数哈 并且按照每个人每个会员指押的裂稿币的数量哈 来来给大家发收益哈 另外呢这个团队呢主要是开发这个DAPP 还有咱们项目方的网站等等哈 那么这个团队呢通常来讲呢他不会 呃放在大陆境内因为怕风险怕查封嘛 所以一般呢都是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比如说柬埔寨呀泰国呀这些国家哈 然后现在出问题的呢就是这个团队呢出了一个内鬼哈 那么他这是什么回事呢 他就是把呃技术团队打过来的钱 呃因为他我们看到每天都打了个大概六十万个U过来哈 他把这个钱还有这个资金池里的钱都套走了 套走了之后呢一部分还一部分所有的 套走了这个内鬼呢就搞了一个 把它汇总到一个钱包地址上哈 啊那么我们根据查询这个黑客地址呢 我们发现这上面的币子就是USDT呢 又逐渐的回到了这个技术团队的手里哈 而且参与了这个夹机器人的套利哈 所以这就说明了这个内鬼呢 已经跟这个技术团队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哈 也就是说这个币呢会不断的回到了技术团队的手里 那原因呢我估计哈 我的一个猜测就是咱们的啊市场推广团队 那么这个是在前台的哈 啊我知道很多人也去参加了咱们的这个啊 深圳的大会对吧 那么你可以看到很多站在前台的人哈 那么主要呢就是啊负责人就是坤哥 还有这个百大社区的社团队长对吧 那么这些人呢是负责社区建设还有腾讯会议是吧 啊那么据说啊据小道消息说坤哥呢 好像是飞到泰国哈去找到这个啊客服团队啊 去跟这个内内鬼谈是吧 好像是据说是好像是好像是说这个谈的差不多了哈 所以这个内鬼呢就把这个钱包呢就交出来了哈 所以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像是坤哥去出面去谈的哈 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链上的数据呢是说他们已经是谈的差不多了哈 所以你就看到咱们黑客的钱包地址上的币在逐段的往这个技术团队手里转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说 技术团队呢也把他的优往这个黑客的地址上转了哈 说明他对于黑客已经是完全信任了哈 或者是说已经掌控了这个地址了哈 所以他就把优也转回到这个钱包地址了哈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币进进出出的哈 如果这个黑客地址上的币还是在黑客手里 那么技术团队是不可能把大量的优给他转过去的是吧 那你不是又给人家送钱吗对吧 所以呢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哈 好这就有点类似我们以前做的一个项目叫Plus Token是吧 当时也有个技术团队在后台负责搬钻机器人 大家有做过的可能知道哈 利尔京东人是吧 另外有一个薄饼团队和客服团队 主要是盛世联盟这帮人搞的哈 当然也有个市场推广团队哈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 对于Plus Token这个项目来讲 这个薄饼和客服 还有市场推广都是同一批人在搞的哈 那对于咱们这个猎狗呢 他有可能是同一批人也有可能是两个团队哈 你们这个在后台哈 但是你可以找得到这个客服的哈 你如果有电报群的话你可以问那个电报群的客服哈 那么客服呢它是24小时可以都在线哈 不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那么都有人给你答复哈 说明这个客服团队呢 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有值班的哈 有值白班的 有值晚班的哈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哈 他都会给你答复的哈 那对于Plus Token呢 他就是一个是联盟的团队 他过来一帮人专门做客服哈 也都是大概这样的模式 也是在东南亚哈 那么市场推广团队呢 主要是在大陆 另外呢这个陈子涵呢 也是去全球各个国家推广哈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一个模式哈 好那我们今天讲讲 咱们那个猎狗币Hunter 他这个项目开往前的一个征召哈 第一呢就是电报群的客服呢 很有很多正面的回应是吧 那么这个电报群的客服呢 肯定是跟官方呢 是最接近的哈 跟技术团队哈 肯定是有沟通的哈 那么他说很快开往 那就应该是很快了啊 最直接的证据哈 那么第二个证据呢 是咱们猎狗币的分红地址 开始往外转优了哈 那么最近转的优呢 是据说是文鱼收益 就是那个博彩 你参加博彩好像有可以分红一些收益 哈 啊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哈 说明项目方呢 用咱们这个地址呢 往外转优哈 就是告诉我们他没有跑路啊 就这个意思 啊然后呢 第三个呢 咱们的钻石币呢 也在每天分红哈 这个也说明一切正常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 628黑客公鸡的钱包地址呢 有大量的地址在转路和转出 那么就说明这个地址呢 完完全全的被咱们的 列狗币的项目方所掌控了哈 第五点呢 咱们每晚八点的腾讯会议呢 也是每天都有分享哈 什么一切呢都是正常啊 有那么从 结合这么几点证据来说呢 就说咱们开网呢 是很快的哈 就是有一个征招 就是这些都是正常的了哈 好我们来一个来看一下 一个一个看一下哈 第一个呢 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客服了 是吧 我们团队有个小伙伴呢 联系了一个客服哈 这个客服呢 叫0013啊 就是13号这个客服哈 那么他问你 他问说客服是也是你们的人吗 他说是得轻是吧 他说为什么不发公告呢 是不是难言之隐呢 这个客服说轻实在不好意思 只能耐心等待 因为官方给我们下达的指令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是吧 说明咱们项目方呢 还没有让客服去公布公告 所以他在等待哈 然后后面呢又说 感觉你们在布局 然后这个客服就笑是吧 然后又问他 好像你们在等着什么的感觉 然后说后面就知道了 是吧 然后说现在上线了只有文鱼吗 只有文鱼哈 然后最后跟他讲 重新启动会一起配套上 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客服已经给你答复了嘛 重新启动的时候会一起上 换句话说咱们的猎狗币的开网 还有这个VPN上线 对吧 还有围鱼哈 这些项目可能会同时推出 同时推出哈 会一起配套上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正面的消息哈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你们也可以自己试一下哈 你不管是问哪个客服 他都是告诉你 请耐心等待 是吧 很快就会开网 都是正面的消息 而且他有很多个客服哈 这里有提到客服4 客服13哈 说明他至少有几十个客服哈 那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上白班的 有的时候上网 上网班的哈 所以就是说这个项目方呢 他的客服团队呢 是正常工作的哈 而且都是告诉你 很快就会开网的一个好消息哈 还在等着项目方的最后的通知 那么一接的通知会第一时间 在这个电报群里告诉大家 所以应该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哈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从链上呢 也可以查到 咱们列狗币的分红地址 开始往外发优了哈 分红地址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0x1cb0c 这个地址哈 这就说明咱们的项目方的 没有跑路 对吧 所以他把文娱的这个收益呢 直接用列狗币的这个收益地址 给我们发 对吧 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他可以重新用一个新的合约地址 给我们发 对吧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是用老的 就是给咱们每天发收益的这个地址 就是列狗币的这个分红地址 给我们发优哈 说明他就是说 我还在这里 对吧 我把这个文娱的收益给你发出来 对吧 也是同样这个地址 因为这个地址只有项目方能够掌控 对吧 那么咱们的币 咱们的文娱的收益就是从这个地址发出来的 说明咱们的项目方还在 是吧 所以不需要担心 因为只有咱们列狗币的项目方 拥有这个智能合约的权限 对吧 那么我们相信在看网以后呢 我们列狗币的机器人呢 每天发收益呢 也是从这个地址往外发 对吧 大家还记得吧 在官网之前 我们每天的收益 都是这个地址发给我们的 是吧 如果你记得的话 扣个1哈 如果不记得的话 就扣个2哈 还记得吧 你每天给咱们发的U 是不是这个地址发出来的 Linux1CB0C412 大部分人都记得 那么这个地址呢 这两天又开始动了 又开始动了 我们官网 关了十来天了吧 都没有动 都是停的 本来是每天发U的 但是因为黑客公鸡呢 就没有发了 但是停了十来天以后呢 最近这一两天 又开始往外发了 这就说明咱们很快启动了 很快就会启动 说明这个项目方呢 并没有跑路 还是用这个地址 用这个智能合约地址 给我们发U 只不过这谁发的是 文娱的收益 并没有发咱们 列狗币的指押收益 但是我相信 既然发了文娱的收益 那么列狗币的收益呢 我相信在很快 在看完以后 也会发 也会发出来 这个地址是不变的 这是最大的一个进展 这两天 还有我们的钻石币呢 每天的分红呢 也是到账的 有两个分红 一个是钻石币 一个是W汉的 每天分红 而且这个分红呢 都可以去变现换成U 说明呢 咱们钻石币呢 也是一切正常 一切都在 每天都在分红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 咱们项目方呢 也没有跑路 对吧 每天都在分红 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就是刚刚说了 咱们628黑客的钱包地址 有大量的资金 转路和转出 对吧 我们最开始呢 黑客总共套现了 412万个U 那么今天查呢 只剩下248万了 那缺少了100多万呢 都是转出来了 那么转出来之后呢 也陆陆续续的进入咱们技术团队的手里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又突然发现 这个技术团队 又把转出去的币 又转回来 回到这个黑客钱包的地址 转了15000个U 那就证明这个黑客的钱包地址 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咱们就的团队所掌控了 因为从逻辑上来讲 如果这个黑客地址上的币 还在黑客手里 那么作为咱们技术团队来讲 是不可能往这个 钱包地址上再转U的是吧 因为你如果都不掌控这个地址 你干嘛还把U转到这个地址 那不是把钱送给黑客吗 对不对 那这个咱们今天就确实看到了 咱们的技术团队 真的是把15000个U 来转入这个黑客地址的 说明这个黑客地址呢 一定是在咱们技术团队的手里 对吧 它不可能在黑客手里 对吧 所以这个看到这个呢 大家也就放心了 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团队 你看这个地址上的币 是从这个Linux C9BC32过来的 那么这个Linux C9BC32呢 在前几天呢 也是从这个黑客地址 你看过来的 那么现在又回到黑客地址 看这里 最下面这个黑客地址 Linux 511315 进到这个地址 Linux C9BC32 进了10万个U 也就是说黑客 把这个地址上的 转了10万个U过来 那么今天呢 又转回去15000个U 说明这两个地址呢 是可以沟通了 另外呢 它这里有好多的Unisweb 上面的一些套利的地址 避过来 说明这个就是 咱们技术团队 已经完全掌控了 所以这个同样的地址 可以来回的转账 可以来回的转账 说明咱们技术团队 已经完全控制了 这个黑客地址 那么第五点 就是我们每天晚上8点的 腾讯会议还是正常 说明他们就是说 也是通过一些渠道 和这个项目方能够取得联系 那么项目方应该是给他一个指令 就是每天的腾讯会议还继续召开 是吧 那么项目方呢 也给电报群的客服一个指令 是吧 如果有人问什么时候开网 你就是说请耐心等待 是吧 然后呢 等我们的通知 你们再发公告 对吧 说明跟咱们的这个客服 还有这个腾讯会议的这个主持人 都跟项目方能够直接联系上 对吧 所以一切都是正常的 好 做个总结 咱们的Hunt币 还有钻石币的币价呢 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交易量也不大 因为最近呢 大家都在每天卖币 所以他这个币价呢 有点缓慢下降 那基本上呢 还是稳定的 那么咱们的这个客服的电报群呢 不管是找哪个客服 不管是找001 002 003 004 还是什么013 全部都是给你一个正面的回应 说这个都是很快会开网 对吧 都是正面的 那么第三点 咱们的猎狗币的分红地址呢 开始往外转优 目前的是转鲑鱼的收益 说明了咱们猎狗币的项目方呢 并没有跑路 还是用原来的那个分优的地址 给我们转优 说明是同一个老板 那么开完以后呢 咱们猎狗币的机器人呢 收益呢 也是从这个地址往外发 那么第四点呢 咱们钻石币呢 也是在正常的分红 可以分到钻石币 还有这个WHUNT币 可以变成优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咱们628的黑客钱包地址 有大额的资金转路和转出 来回转 说明了这个地址呢 应该是给到了咱们的 猎狗币的技术团队的手里 所以这个资金呢 应该是都可以追回来了 这400多万个U 说明跟黑客呢 已经谈妥了 那么最后一点呢 每天晚上8点的腾心会议呢 也是正常在分享 所以应该是咱们的 跟项目方呢 都是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据 比如说咱们的那个 咱们HUNT币的那个推广链接 又可以用了 是吧 又可以发展新的团队小伙伴了 是吧 现在又好了 是吧 这么一切呢 都是在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猎狗币没开网 你去市场推广 也没底气是吧 但是至少他允许你 再去推广链的小伙伴 这个链接又开放了 那就说明 他是在不断的修复当中 是吧 那很多人去问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这么久 项目方没有说话 或者是说 坤哥也没有说话呢 是吧 那我的个人 估计呢 是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呢 是 咱们的这个项目方呢 可能要大换血 就是把一些原来的 这个 有内鬼的这个技术团队 这个薄饼团队 可能要重新招聘一些新的员工 那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这个内鬼呢 可能不知道他的手下人 可能都是不靠谱的 所以呢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呢 可能要重新坏一轮啊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说 他可能在做一些技术的升级和维护啊 所以呢 这个都需要花时间啊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开网啊 但是我相信刚刚说的这么几个原因啊 一直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开网呢 只是时间问题啊 所以呢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啊 好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啊 那个主持人可以开一下Mine 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让大家举手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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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有一个举手的了哈 徐 徐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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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开麦了 帮你开麦了 你能听到吗 老伯师 听到吗 老伯师 啊 你说 喂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这么多天的 怪网了吗 那这个收益能不能像技术 那个这个叫团队 那个项目方申请 会不会给我们补偿呢 因为其他的币中好像赚是币 好像都在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没有吧 因为他在服务器在升级 应该在那时间不算吧 我觉得是 但我也希望他算了哈 但是现在服务器在官网升级 因为前一次官网好像也没有补吧 如果我没记错 但是官网那么多天都没有补吧 我记得是吧 好 反正老伯师 你辛苦了 感谢你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李伟 下一位李伟 李伟 我帮你开门 我帮你开门 你好 赵博士 你好 赵博士 你好 赵博士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正常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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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啊 我们这个老服务员的资金呢 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呢 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呢 心里边有没有估计 心里边有没有估计 我个人是不打算解封的 因为除非你不想玩了 你如果开网了 他继续发收益了 你为什么去解封他呢 你解了不就没有收益了吗 对吧 一般这种情况 我们不太建议去解封 对吧 除非你有急事需要急用钱 对吧 他不是说应该是三个月 对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急用钱的事 就是要急用钱 要还账子 要还账子 对 那你就试一下呗 他不是三个月之内 是有手续费吗 三个月之后就没有了吗 这都是小事情吧 因为你也知道的吧 你也知道的吧 我就感觉这事多巧呢 你说6月28号 我们的猎狗也是6月28号 我们的猎狗也是6月28号 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有这么巧合的事吗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就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了 我 这可能是 就是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这么巧合的 毕竟三周年 毕竟三周年 知道吗 哎呦 哎呦 对 因为我6月28号那一天 我准备了 我已经准备了自己 准备进入 准备加那个加持变狗币 结果当天晚上关掉了 还好我能起来 还好我能起来 如果要进去的话 我现在生活都很困难 我现在生活都很困难 这样吗 这样吗 我们压力很大的 压力很大的 因为说实话 Plust Token Plust Token已经三年 柔博士您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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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视频 我们也经常听 感觉是 确实也比较相信你的 这个数据分析各个方面 不过这个事我总觉得 我们这些用户 我们这些用户 弄得太差 对 这个628这个时候 这么敏感的日子官网 这个你说跟Plust Token 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就有很多 想象的空间了 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也不能得出什么结论 反正只能说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巧合吧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柔博士 有一个不情之情 有一个不情之情 你说吧 喂 喂 你说 他好像出气了 那下一个 马秀俊 马秀俊 我帮你开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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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秀俊 那下一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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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思雨 吉思雨 好的 柔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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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 你好 我是吉思雨 这样子 我呢有两点看法 一个呢 就是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官网开网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 我觉得呀 这个猎狗 这个猎狗不一样 猎狗不是 不是官网 不是官网 它只是停了这个 机器人 供用机器人 并没有官网 并没有官网 它和这个 两个性 这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因为裂股相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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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运作 而plus talk 是纯粹咱们现在 那是真真实实的 比于官网的状态 对吧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这是我的不同的看法 第二个不同的看法 第二个不同的看法 关于您的 关于您的 总结的第三条 我也有不同的 我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呢 但是这个呢 在这个 说咱们私下 咱们个微信私聊吧 微信私聊 好吗 好吧 您辛苦了 好 咱俩有微信吧 咱俩私聊 好 那就这样 好 再见 好 谢谢 谢谢 下一位 下一位 答吗 答到答的答 我帮你开麦了 我帮你开麦了 你好 你好 能听得到吗 你说 说吧 你好 就是 大家有没有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方式去想这件事情 你想一下 每天 他要往外分60万的优势 是吗 对 如果是机器人开启的话 开启的话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这帮团队 那这帮团队 任何一个项目 怎么可能赢一千可以赚60万油 他为什么要给你分出来呢 他为什么要给你分出来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他要打造一个社区 打造一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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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嗯 是表面的一些话 是表面的一些话 对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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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探讨这些事情 并不是说是 毫与 错 您觉得 要绕博者 您觉得要绕博者 我觉得你要是知道 一个技术团队的梦想 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 你像你的想法 就是技术团队有这个造学功能 他就自己在家里搞一搞就得了 对吧 但是呢 他的想法呢 跟你不一样 就是说 他要打造一个币 打造一个社区 所以呢 他就 用这种方式 来用这种 给你分红的方式 来发展团队 这是一种策略 营销策略 这个 你要是做过保险呢 或者一些保健品呢 都是这样的 他都是分层级 来分 分红的 都是有这种类似的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呢 很正常 对了 还找不过是问 就是 猎狗币 它不是有一个那个 挂单交易吗 就是 可以挂单 那这个难度技术有多大吗 这个系统 如果做出来 这个系统 如果做出来 这个没什么的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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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量多的话 有量多的话 做的这个是吗 做的这个是吗 对 这个没有什么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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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好 下一位 未来社区 未来社区的 嗯 艾薯博士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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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问一下 最近最近开网的话 开网什么 政策 你有没有了解 你有没有了解 不知道 就网还没开呢 你就提政策 开了网的时候 就会有公告 有什么政策 好吧 我主要是怕 我开网 像之前的套路 再来一遍 开三个号 激活一个老号 什么之类的 像之类的 哈哈哈哈 对 我们都不希望那么麻烦 是吧 哈哈 对 开了就知道 这个不要去猜 猜也猜也没有意义 先先好好 我就再一个问题 我就再一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没有别的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耐心等待 好吧 好 基地老博士 谢谢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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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